郭德纲今天为什么能成功? 国人不是偶然的 他觉得偶然的,他不就是说点那种 庸俗、三俗、或者说低级下流的语言才成功吗? 那么多人,你也可以说啊,你为什么没成功啊? 是不是?他为什么说这些? 所谓三俗就能成功啊? 其实不然 其实大家没有看到我们郭德纲、德云社今天发展的本质 我们只看到了屏幕 现在郭德纲是一个什么? 几百人 没错 什么一对二对,因为我咱也不太研究这个 一直找什么十对 是吧? 一个相儿群体 能够维持到这么多人,这么多队 在相儿团体的前所未有 你们想吗? 哪个时期,哪个时段出现过这个? 没有,你找不到 没有吧? 没有 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所以核心就在于,郭德纲 延续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说的宽泛了 说细了 说细了 中国经济怎么发展的,知道吗? 中国经济发展就是 之所以中国经济 当然到现在啊 不说了 在清朝一直到民国时期 是吧? 因为他是为这些有钱人服务 他发展到那么久 就是因为他有他一套完整的科班制度 复连城 知道吗? 复连城是中国经济科班的老大 所有的经济人员 包括那梅兰芳明爵吧 全是在复连城这个科班签约 如果你不在这签约,你没算是 是吧? 那当时后来梅兰芳成大爵了 是吧? 他独树移植 是吧? 我脑子现在记不住了 就那会儿这个 北京还有一个 那会儿跟那个梅兰芳 那个 莫雅宗 不是 小小云 他那是成了吗? 不是,上上海了 那个那个 最后他就在 没在复连城战上 我脑子记不住了 其实一查他就能知道 最后只能上上海去发展 你知道吗? 也是当时跟梅兰芳是同一个 同一个 不是同一个 一派 不是一派 一个水平的 就是因为你没在复连城接受过这个 所以我就说 今天 郭德高的延续的 就是中国传统的 京剧这套 没错 它是抖的就是最传统的 所以它延续了中国的这种传统 才使得得音社 在今天得一元性发展 所以你看到表面 一帮人 这这么着 是吧? 他 复连城 他们有一套完整的这种 科班的管理体系 当然这些很细 最起码它是一种 叫什么呀? 师父带徒弟 是吧? 什么得子本 银子本 什么什么什么 本 他是按着这个 再一个 他一个完整的一个 对人的一个 推举的一个制度 比如说小岳 是吧? 嗯 让你说一个那个 小岳不就是一个那个 饭馆跑台的吗? 是吧? 是 最早的时候 我在刚在天津电视台 做栏目的时候 反正旁边 对就他 在哪儿 哎呀 跟那 不能说傻的事了吧 对面就是 就是一个 旁边 一个 大杂服务的 那么好 等 这个谁 徐德亮 什么这个 曹云基 何云伟 是吧? 等等这些人 走的话 不怕走 是吧? 我想捧他就能捧 那我捧你 小岳远你就能活 是吧? 对 说现在话 小岳远真有多大功敌啊 是吧? 但是呢 我不是 不喜欢 我也喜欢 是吧? 一样的媒体 是吧? 什么张云雷啊 他会 会按照他这套东西 是吧? 去捧他 你说 多些人员子 去管理 是吧? 只有这套是最科学的 所以他成功 就是因为他有一套 完整科学的体系 发展到今天 到今天 说人们 很多人说喜欢 郭德纲一套 不喜欢一套 这个呢 我觉得呢 个人有个人的意愿 咱也不能请求 说我就 喜欢 或者那我就不喜欢 你非得骂人家 你得也没有套人 是吧? 是吧? 这个罗伯伴才不有所爱 是吧? 是吧? 喜欢的 就提供 不喜欢的 就可以不听 你咱也没必要 你逼着人喜欢 是吧? 作为我不喜欢 确实 郭德纲的相声 使我们 相声得以 演绎下去 而且呢 确实我们呆在路 是吧? 嗯 讲究是什么呀 累一天了 就得找点儿乐 是吧? 能乐就是先乐在这儿求 哎呀 相声 我跟刚刚讲话 我相声不是为教育 是吧? 就是您茶医饭后之内 找个乐 是吧? 如果你想熟教育 对不对 你可以 听听党课 是吧? 看个新闻联播 是吧? 学一下去 这也分比 是吧? 自己 觉悟提高了 也可以再找点儿路 是吧? 没必要非得 你 不得更加 教育咱们 是吧? 人家也没有 教育咱的意义 是吧? 是的 胡同大哥讲得太好了 听相声吧 就是一乐 你如果能从相声里面 又得到了其他的一些感悟 那是更加得到的 没必要追求 一定要得到教育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